小小朋友戴着橘色的防灾头套 一边唱着校长边撰的歌曲 一边跳舞 可爱的模样超级吸睛 新竹市港南国小结合地理特色 把救灾用的头套装饰成小丑鱼造型 再搭配融入地震防台的防灾概念的歌曲 让防灾头套不只实用 还兼具教育功能 我们二年级的小朋友呢 是利用去年呢 市府送给他们的防灾头套 来做一个创意的演出 那刚好结合我们学校的一个社区环境 我们就在17公里海岸附近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海口沟 所以我们就让孩子呢 做一个小丑鱼的一个造型 那小朋友呢 利用防灾头套 做成小丑鱼来进行表演 那在表演的过程中呢 我们又用华语跟闽南语呢 做一些歌词 把我们防灾啦 防地震啦 防台风的这一些的知识观念呢 把它融入在我们的歌词里面 希望我们孩子呢 藉由在唱唱跳跳的过程中 能够把防灾的观念呢 深入他的心底 台湾地理位置特殊 经常遇到地震与台风等天然灾害 新竹市政府为了让小朋友 从小养成防灾观念 今年自证国小一年级新生 共6016个防灾头套 希望防灾意识向下扎根 因为这样我相信遇到灾害的时候 孩子不管在他小的时候 安全意识就会在他生活里 形成他的生活常识 那他就会懂得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在继取那么多灾害教训之后 我们在每一年的小一新生 都会赠送一个防灾头套 最主要是在地震中 可以保护孩子的头部 防止他受伤 那也教育他趴下防护 不慌不忙地稳住自己 等待救援 消防局指出 防灾头套可以提供 血同在地震发生时 保护自己的头部 避免掉落物杂伤 也可以腾出双手来帮助逃生 因此可以有效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 凯布新竹林联斌采访报导